卫生福利部预理医院近年来大力的推广职场健康 更成立了职场心理健康促进中心 预理医院心理医师们结合身体舒展超和情绪调试两个单元 打造出了湿浸透过轻松有趣的方式 疏解工作上繁重的压力 也让精神紧绷的职场民众能够元气满满的再回到工作的场域 墙上简单明了的图案很轻易的就可以做出动作 这些其实是非常舒压又简单活动筋骨的运动 这是卫生福利部预理医院近年大力推广职场健康 更成立职场心理健康促进中心 预理医院心理师们结合身体舒展超和情绪调试两个元素 打造出的密斯径 我们的密斯径其实总共有24个点 我们之前的话其实除了员工之外 那其实我们也鼓励民众可以多加的使用 那其实我们这几个点的话 就是设置在我们医院的各个的一个角落 那就可以希望说不只是员工 然后来这边的民众也可以借由说 我们在不同的点里面做一些 在小空间里面去做一个运用 那它可以有一些身体上面的舒展 然后有一些心情上面的放松 密斯径现在除了服务预理医院的员工之外 也积极向一般民众推行职场健康促进的秘诀 玩着同时的跳格子游戏 跳跃着拍打铃铛等等 也会逗趣的改变活动的方式 感受到游戏的乐趣 就是它这些活动其实不会很难 跟我们有时候像比如说像跳格子 我们就是小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些 做这些跳格子的活动 那只是因为其实我们长大了 有时候忙了工作 大家都坐在办公室里面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做借活动这样 简单的跳一跳动一动 让我们的身心其实都可以有一个放松的感觉 不会说一整天都紧绷在里面 李院表示职场心理健康促进中心 和北区劳工健康中心签约成为网络机构 为华东地区各机构劳工提供 个人心理健康咨询服务 也可以针对不同机构的施求 规划职场心理健康讲座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 15日月下令 十分之明 十分之明 稍微